那我给你叫他去 我在提审室里等你 不好意思 弄得你也睡不了觉了 周末我请你搓一顿 那太棒了 对了 把他的手铐脚料都卸了 省得惊动别人 成 不求名 悠悠自得 不重力 仁义之事 不动情 清心寡欲 善修身 积得一世 珍珍呢 我让他爸爸带他跑了 其他的同兄们呢 尽量跑 但是我知道 蒋昭瑞被抓了 你醒了 太好了 我一直在担心 你要不要 喝点水 你快跑 什么 快跑 现在没有警察 最好的时候 我走了 谁照顾你 你快走 珍珍需要你 有更多的人 需要你 你不能为了我 一个人 留在这 一会儿 警察来了 你就 你就走不了了 我不能走 你看窗外 珍珍说过 她想回家 她想上学 她希望 像小鸟一样 自由自在地飞翔 但现在 她不能 因为整个社会 在道德前 窒息了 好多人 只能听到 政府的一面 造谣 诽谤 只能是活在 谎言中 他们比我 更需要你 他们需要 真相 快走吧 大姐 快出来 大姐 不怕 你们睡吧 快出来呀 等等 跟我来 大姐 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明天 应该说是今天 是你在这儿的 最后一天 从这儿出去去哪儿 那就看你 写不写这个保证 我不会写什么保证的 而且我也根本 就不该在这儿 你知道我为什么 这个时候叫你来吗 你们练法轮功的 怎么这么固执 这不是固执 我修炼没有错 为什么要逼我放弃 你是明白人 跟政府顶 你能有什么好下场 六四那会儿 学生也是你这劲 结果怎么样 反革命暴乱 我们修炼真善忍 身心受益 没有给社会造成 任何负面影响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我又不是瞎子 问题是现在 政府说法轮功坏 你就不能练了 法轮功好不好 不是政府说了算的 我当然看得出 你们都是好人 所以我才劝你 不管真的假的 写个保证 你就能回家了 关起门来 爱怎么练就怎么练 谢谢你的好意 我们是修真善忍的 怎么会做这种违心的事呢 你不先保证 今天就要被送到 承德监狱那儿去了 那里可是一言管出名的 你不怕吗 我又没做亏心事 有什么好怕的 你们北京新闻发布会 和国际接轨 广州法会又分了好几个会场 到承德监狱你就不怕吗 他们可是什么都赶得出来 那害怕的应该是他们 自古以来善恶有报 你们的确不是凡人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就好自为之吧 我想请你帮我做件事 是什么 我想托你给我父母带封信 不行 长话短说 快写吧 让我活过 你自己能夺乏 你自己去书 你先去书 你自己去书 那天然呢 说 写不写保证 不写 打死你 算自杀 王伟健就在这儿 就这么自杀的 善恶有报 是天理 你们这样做 是会遭报应的 叔 写不写保证 不写 到了这里还嘴硬 知道 进了承德监狱 不转化 就得火化 加电 发轮大法好 给他泼盐水 发轮大法好 抬嘴硬 拿皮片来 邪不写保证 邪不写保证 邪不写 发轮大法好 邪不写 发轮大法好 好 我送你去那臭嘴牢里洗个澡 看你还写不写保证 发轮大法好 好 宋 Deus 中原浪风吹回邪 但见不悔有双血 高标几时不明 要瞄谁能识良见 一年多月映写 穷枝燃今生鲜血 唱歌怎数见真意 处处花开回天间 老丁 你说他能被送到哪儿去呢 好不容易打听到这儿了 怎么又被送走了呢 我哪知道 丁时我们还能上哪儿去找呀 我也不知道 老教所基本都跑遍了 这叫什么事啊 人抓走了也不通知家里一生 简直是土匪 现在先别说这个了 找人要紧 等一下 你们女儿一周前被送到承德监狱去了 走的时候给你们二老留了封信 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是我告诉你们的 还要更不能提成封信的事 你们都保重 谢谢 谢谢啊 我们知道丁燕就在这儿 我们只想见他一面 他哥都一年没见他了 就让我们见他一面吧 您要多少钱都行 我说过他不在这儿 警官同志 请通融一下吧 我要跟你们说多少遍呀 他不在这儿 那你说我妹妹到底在哪儿 好好好 你们等会儿 刘平哥 过来 你去把他们带来 这行吗 不是说要尽量 我们尽量了 可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快去快回吧 你们等着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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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同志 都一个小时了 我妹怎么还没来 不是跟你说了吗 人不在这儿 你们非要见 再等等吧 是 他自杀了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胡说 法轮功不许杀生 我妹怎么会自杀 一定是你们害死的 我要告你们 告 你看哪个法院 敢收法轮功的案子 没地方讲理 那我今儿跟你们拼了 丁师 丁 妈你怎么了 妈 妈 你醒醒了 你醒醒了 是张若他能赶 昨天出车祸 你醒醒了 你醒醒了 等着都死了 你醒醒了 哎 张老师 我这两天觉得越来越不舒服 本来想练练法轮功吧 政府又不让练了 哎 快别说了 听说那个燕子都被打死了 还是死在水牢里的 你说多可怕呀 是吗 燕子死了 哎 岂止是燕子 还有真正他爸爸 真正的爸爸 就是张慧的丈夫 你说好端端的一家人 就剩下孤儿寡母的 多可怜呀 这共产党什么时候消停过呀 三反五反 文革六四 这不又来了 谁说不是呢 当好人都难 哎 造孽呀 哎 妈 爸 你们的女儿是如此平凡 平凡的和每一个人一样 渴望健康 渴望心灵的美好 和平静的生活 真善忍 使我懂得了生命的珍贵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 你们的女儿 不希望那么多的生命 生活在谎言中 我多么希望更多的 无辜的中国人民 知道法轮功的真相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不枉生命的意义 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做出无悔的选择 妈妈知道 妈理解 你永远是妈妈 最值得骄傲的女儿 妈老了 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挽着女儿的手 走在公园的草坪上 享受春天的阳光 燕子 你看见了吗 春天就要来了 妈知道 你会发生了 我看了 不定